先生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世代成林好未来新竹县议员郑玉云 联合国大会于2011年决定将7月30号定为国际友谊日 它的主旨是希望友谊和谐容忍互相尊重互相关心 他们指导从维持和平与保护人权到同心协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各项活动 如今他们也是大会心设立的国际友谊日的重点 既有关于决议强调友情对架设桥梁与激发和平努力的潜在作用 2022年以来天灾疫病战争仇恨 不断的冲击人类各种共同的命运 再次验证了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所说的 任何地方的不公益都是对各地正义的威胁 人民处在于紧密连结的网络关系中 绑在同一件命运的衣服上 凡是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都会间接影响到所有的人 非常钦佩太极掌门人 红博士师徒怀着勇气希望与能量 坚持以爱与和平的心灵文化 走访世界不大走 推动良心时代运用 希望世界公民能够共同洗手与天地间的善良正气结合呼应 带给地球与人类真正的幸福未来 最后祝福各位平安健康 愿社会和谐安定 国家富强康乐